据国台办昨天消息,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6日对杨志渊案进行公开宣判,以分裂国家罪,判处杨志渊有期徒刑9年,剥夺政治权利3年,才应当是台湾岛内第一个应从事台独分裂活动,被判刑的台独分子。 消息已出,岛内又经济蛙声一片,因为以前在大陆被判刑的,一般都是从事间谍活动或颠覆活动,比如2017年11月,被湖南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五年徒刑的李明哲,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,至于台湾特务在大陆被捕被判案件那就更多了,国家安全部门也会不定期的公开一些典型案例。 3报道的信息是这样的,经法院审理查明,2008年至2020年间,被告人杨志渊为分裂国家,谋求台湾独立,在台湾地区通过台湾民族党等台独组织,公开宣扬台独分裂主张,积极实施制定台独分裂行动计划,图谋推动台湾建国,并加入联合国等分裂国家,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。 反分裂国家法于2005年实施,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杨志渊,2008年后分裂国家的行为符合追溯时效的规定,台湾当局的回应还是那些陈词烂调,什么秘密审判,什么侵犯人权,什么伤害感这类。 他们甚至将台湾民众拉出来当党剑牌,将少数靠分从失恋活动混饭制的台独分子,与台湾民众混为一谈,制造人人自威气氛,想破坏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。 但民进党当局鬼话说多了,岛内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少,油管上有关此事的评论区,一些岛内网友就直接说少,无论露营水军如何费尽地,却将杨志渊包装为无辜受害人。 但这台独人渣的劣迹仍然无所遁形,杨志渊不仅靠台独混饭,而且还靠台独骗色。 台湾网友爆料,2020年他在参选新北市永和区民一代表时,就曾对陈水扁的女粉丝进行性骚扰,有的还是已婚女子,其中有一位被他骚扰的25岁女子,还将聊天截图贴到了网上,不过他只是台独组织里的一个小角色, 当时也没什么人注意到他,2022年8月,他在温州被捕后才有了些名气,现在宣判消息一出来,他的名气又大了一些,杨志渊的存在感跟台面上那些台独大头目没法比,但反过来想,这种小丑都被判了9年,那些成名已久的台独大头目,一旦被捕的判多少年,大概率会被关到死。 杨志渊1990年1月21日,生于台湾省台中市,他曾祖父是当过日本兵的台湾人,死在东南亚,他外公是国民党低级军官,1949年随蒋军逃到台湾,然后女儿嫁给台湾本省人,生下了他,他在小学就接受了,接受了校内外的台独教育, 他就是台独市里一个典型的洗脑产物,一个怪胎,这家伙在16岁时,就成了一个极端仇视中国人的台独分子,被民进党吸收为外围成员,然后在露营各派系中来回横跳,有钱就是爹,有奶便是娘。 2008年蔡英文曾以党主席名义,亲自委任她为民进党校园青年住校代表,校园青年住校代表,就是民进党向学校渗透时的一个台独组织,然后再通过这批人去影响更多的台湾学生,在民进党的资助和鼓动下,杨志渊开始搞街头政治,书也不读了,后来他又效仿起纳粹冲锋队,加入了一个新纳粹组织, 由于该组织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注意和抗议,民进党吓得将他劝退,20岁时他去当兵,21岁退役,由于跟着台独在街头起哄,导致其学历不足,找不到固定职业,退役后因为钱的问题跟父亲闹翻,离开台中,游荡在台北街头,他又投靠了谢长廷,拿谢长廷派系的狗粮,成了一个极度崇拜日本的新皇民,为日军最新系, 2014年他参加了反富贸运动,但他却没有得到青睐,这期间他加入了台湾民族党,这是一个由陈水扁的新赋幕僚黄华建立的极度组织,妄图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,他在这个几百人的小党里,成了代理党主席,后来他又去跟陈水扁本人鬼混,又认了一个爹,加入了一边一国党, 2019年他还跟香港的黑豹分子勾连,公然从事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全的活动,这也是他被捕之前加入的最后一个台独组织,目的是为了借阿扁之力参选民意代表, 但因为阿扁太臭,2020年他仅仅得到了可怜的九百票左右,输得灰头土脸,由于参选,他背上了债务,再加上性骚扰差点被人告,他身边的人说,他陷入了人生低谷,2021年他终于想起药物三顿,于是搞了个围棋班,专门骗小孩子前一节颗四百元新台币,但他自己本来就是个臭鸡篓子,找他学习的小孩少得可怜, 别说还债,就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,2022年1月9日他可能是领到了什么任务,也可能是要躲债,他离开台湾来到大陆,一开始是在厦门,他真以为自己在台湾干的那些破事,大陆会不知道,实际上当他来到大陆时,就被国家安全部门注意到了,不知为何他又跑到温州送死, 他的借口是参加在温州举行的业余围棋比赛,据说他还想在温州开餐厅,估计是想在温州搞个据点,2022年8月3日,温州市国家安全局,依法对杨志渊实施行事居船审查,8月4日杨志渊由居船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,8月5日依法通知其家属,2023年4月25日,他被温州市检察院, 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批准逮捕,杨志渊跟那个李明哲还不大一样,李明哲的老婆不断上媒体,还跑大路捞他,虽然李明哲老婆在捞他是跟情夫在一起,但毕竟演完了自己戏份,杨志渊就没有人捞他,他的父母不管他,否则按照民进党的戏码,他父母早就开记者会哭诉了,虽然台媒没有报道他家人对他弃之不顾的原因, 但这种人渣肯定也没少祸祸家人,好手好脚,本来可以做点正当营生,但他却干起了台独勾当,最终沦为台独势力的炮灰,台湾人绝大多数是要鼓三顿的,生计才是低位的,以前国民党喊反攻,喊得震天响,现在民进党喊台独,也喊得震天响,但对老百姓来说,有多少人会把这些口号当真,反攻也好,台独也好, 都是自欺欺人的电诈口号,但从杨志渊的经历来看,台独是可以将一个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摧毁掉,让他变成一具行尸走肉,台独不除,岛内还会有多少人会被洗脑,他们没有中华民族自尊心,也没有中国人认同感,还将仇恨中国刻在骨子里, 无论大陆对台湾多么友善,这些台独分子及受激影响的人都不会感恩祖国,台独势力就是要卡在大陆与台湾人民之间,切断两岸联系,绝不让台湾民众看到大陆真正景象,把井盖焊死,所以打击台独绝不能手软,经济手段,军事手段,法律手段都可以用上, 杨志渊案只是一个开始,要让那些台独分子明白,反国家分裂同样适用于台湾地区,你在台湾地区参加分裂活动,你就已经涉嫌犯罪,杨志渊被判九年,令那些心存侥幸的岛内台独分子,感到心惊胆战,别以为你在岛内搞分裂活动,到了大陆就会没事,杨志渊十几年的台独分裂活动,都是在岛内进行的, 结果如何,他能逃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严惩,不见棺材不落泪,台独末日不远了,希望等杨志渊出来时,他就可以看见祖国统一了。